可以先去頭 然後呢 我們就從中間把它補一半 那如果你要做中的話 表示說下面的那個身體要大一點 你說老師 這好像很難耶 其實不會喔 因為啊 你就要一道斷一下 輕輕的撥開 大概像老師這樣做 這樣就完成囉 就可以直接用這個挖 有沒有 這樣你們就會很輕鬆 這個就是我們要說酪梨中裡面的肉呢 就用一個湯匙這樣輕輕的挖 就是比較咬一咬勁的話 就不用給它太碎 因為我今天是油漬的 你就利用它天然的這個魚油 就全部讓它下去 好 魚油 配上酪梨 輕輕的拌一下 然後呢 這個青蔥對不對 青蔥 然後我們把它切小一點點 它酪梨是有一點深色的水果味 對不對 那這個呢 是辛香料味 比如說鹽水 蘭蔥 椒 給它一點厚重的香氣 然後一樣喔 就這樣撒進去就好了 香菜一點點 然後輕輕的把它這樣子切碎就好了 一樣啊 新鮮的香草 老師上一堂課有教過了 你如果把它搓揉 或者在砧板上稍微切碎的話 它就會出它的精油 像精油一樣 所以一點點你切過或碎過的話 它香氣就會很濃厚 一樣 就這樣 在你的水晶鍋裡面 因為你經過了切黑胡椒一點點 我說過這道 因為我們用罐頭 它裡面就有調鹹味了 所以我們根本就不要再加鹽了 堅果 對不對 有益 身心健康 好 那你要把它碎過也可以 然後攪拌 其實這樣就很美了 有沒有 先把一些酪梨肉打底 那你裡面有給一些充沛的食材呢 然後放在上面 這樣就完成囉